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更丰富 可能这两个都会去看 但是比较容易看进去和不容易看进去的区别 松弛感 我觉得就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比较容易松弛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我觉得那个东西叫责任 不管是在历史性向的一些故事里头 它有这种扛起一些责任性的使命 还是说现在是比如说韩长妍这种 它有扛起这种战队的使命 都是有责任 演员本身的话每一个演员其实都希望戏剥的好 然后你作为男主角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责任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人随着成长是会变化的 就比如说30岁之前的我是绝对不会痛酒精的 然后30岁之后的我就是稍微闲着一下 就是说要不要来一杯的一个状态 今天喜欢的口头禅明天就会垫 非常喜欢 我昨天晚上刚进去的那一刹那就哇太漂亮了这些衣服 尤其是Rub为了这个展重新做那些裙子 这次活动它其实回顾了一个110年的一个 爬达的一个历史 然后再加上400多件藏品 爬达关于人本也好精神也好体育也好 然后电影也好的 种种层面的一个艺术的总结和回顾吧 基金会的那个房间还不错 因为我们上一次去参加那个24SS那个秀的时候 其实也去了米兰的基金会 我觉得在那个基金会里看到了很多 觉得很棒的一些书籍也好 艺术品也好 这次整个风格比较像是一个仓库的形式去做的整个展 但是里面其实有很多 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些东西 包括很多一些前几年的一些秀的东西 然后搭配在那个仓库里头 就觉得非常的点睛之笔 我自己也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非常的先锋大胆 其次它又非常的经典 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在探寻各种人文也好 运动也好 然后电影也好 这些东西里头都可以去寻找到一些精神层面的共识 然后达成艺术的创作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就像我们以来也是不光只做拍戏 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但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其实都能帮助到我们更丰富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传递的 吴达佩斯拉饭店 韦斯斯安德森也为他来拍舞电影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对称感 然后大家来这次的展都能看得到 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可是好 Care 或者你比我来拍摄了 我联名啊 在本了 巨�日心